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的所谓家庭就是工厂的政策推动下 我们社口制药的产业的规模达到我们全台湾的90% 当然最近有中国大陆低价挂质的一个进口一个冲击 但是我们社口制药产业的产品都有在展情 朝高经济价值 包括有竹炭袜还有金人袜等等的产品来开花 那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资药创意礼盒 是结合我们社口的袜子还有我们彰化的花卉 我们都知道我们彰化是花的故乡 那社口是袜子的故乡 所以我们邀请我们资药业者来提供给我们今年教师节最好的一个礼物 那我们这个其实不止教师节 我们可以作为每年固定的节庆 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 可以来设计 那我们希望全国的民众 能够来购买我们社口织袄礼盒 来送给我们最敬爱的老师 让我们这些资药产品能够行销到我们全国 更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这次活动是由彰化县政府提案向经济部申请地方产业发展及进补助计划中所规划的活动 计划的目的就是秉持一厢一特色的精神 协助及辅导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期盼再度打响彰化县射头香织袜王国的名号